老婆謝謝你跟著我辛苦了 如果日後我發達 我一定不會忘記你 我以前真的不愛自私 那時候考試都考了 倒數的啊 第一名 應該說恨臉不成康吧 有時候會覺得說 到底這麼辛苦是為什麼 直到遇到太太就 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有一個責任在 太好都想哭了 因為她真的都忙到一整天 對啊 能幫她真的有限 總說夕陽無限後 只是淨滑婚 但李華定的粉絲們 想的是夕陽無限好 因為接近晚餐時分 炒鍋內白粉 蛋花 鹽巴 不斷翻彈舞動 香飄十里 勾住經過基隆安樂市場 人們的嗅覺 但是溫得到不一定吃得到 內用只有三桌 外帶單居多 晚來要有心理準備 會淹沒在訂單的 常隊伍之中 大概一個半小時前 就要先訂 不然會吃不到 最久等兩個小時 都沒有離開 都在這邊 好吃啊 李華定的炒飯 像是失了魔法一番 客人吃上一回 變成主顧 排骨燉炒飯 米粒飽滿 粒粒分明 排骨醬香入味又多汁 一加一大於二 離花精的炒飯受到喜愛 還有可以客製化的選項 除了傳統醬油 店內獨家蜜蜂醬汁 以及蛤蟆來 才曉得的白炒飯 平常都是吃 排骨蛋炒飯 然後我都會炒白的 就還滿不舒服頂太風的炒飯 樹基隆很近 就不用特地泡到台北 所謂的白炒飯 不加厚重醬料 只用鹽巴簡單調味 更吃得出食材本色 但簡單的東西 要做得不簡單 絕對不容易 這正是李華定 過去當鼎泰鳳師傅 練就出來的功力 我以前學的都是隔夜 最後面去台北學 我才發現他們其實 要用當天現煮的才好吃 對 吃起來才會有Q 有很長啊 都沒鋪瓶 煮壞了 然後又要我負責 因為我真的不是學這個 就是那時候在做 幼稚園採購住 廚房的妹妹嘎嘎太多 陳婉瑜幾乎是從頭學起 要不是2020年疫情大流行 他原本要到越南 接爸爸的貿易工作 他因為疫情留在台灣 也在朋友介紹之下 遇上了另一半李華定 有些人會提早訂 就是怕排骨賣完 因為我們排骨很快就賣完 店內不可缺少的 靈魂角色炸排骨 排骨肉垂平 擴大版圖 搬入蒜頭 醬油等 十幾種醃料半天入味 李華定餐飲經歷 將近20年 從16歲開始就在廚房摸索 做過海鮮 熱炒店跟飯店 從學徒做起一路當道師傅 出書的時候 我爸那時候帶我去熱炒店吃飯 看到一個廚師炒菜 覺得很帥 從今以後我就想說做吃了 李華定刀工俐落 但他在25歲時 曾經為了扮豬而趕工 不小心切到左手中指 導致韌帶斷裂 有一段時間很恐懼拿菜刀 因為其實很怕 所以切什麼東西都很慢 這方面想說 既然做這圖 就一定要去克服這個心魔 左手刀傷痊癒之後克服心魔 更珍惜能盡情施展廚藝的日子 因緣機會之下 李華定在高手如雲的鼎太峰當師傅 這一年間開拓料理視野 重新學習切材細節 竹敏要領打定根基 更因為負責爐台的位置 炒飯功力被增 正好基隆江鄉的餐廳老闆 想開一間炒飯店 欣賞李華定的看家本領 讓他負責掌廚 一座兩年半培養不少死中鐵粉 這追著他跑的 對 他從阿輝炒飯開始 然後移到信豐街 信豐街又移到這邊 我們跑了三個地方 特地來這邊吃 李華定廚藝受到肯定 後來還有其他生意夥伴 找他合開熱炒店 再到獨自開店創業 帶過基隆中山區中正區 最後在安樂區落腳 客人總能尋著香氣 跨去追著李華定的炒飯袍 李華定也適宜能在父親面前 拿出亮眼成績 我以前真的不愛主持 那時候考試都考了 倒數的第一名 應該說恨臉不成康吧 所以我爸對我很嚴格 但是當我需要的時候 他都永遠都在我後面 當我最後最大的靠山 即使經過太白粉 蜜蝶香葉 跟其他十幾種香料 醃製過後下鍋油炸 標皮呈現耀眼金黃 飄散令人陶醉的迷人香氣 其實你吃起來會很過癮 然後他一盤就五隻 你就一個人吃你就夠了 很爽 一個人樣樣來 多虧有應援團 太太相挺 父母捲起袖子幫忙 李華定的餐飲之路 才能支撐下去 有時候會覺得說 到底這麼辛苦是為什麼 直到遇到太太 就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有一個責任在 太好了 我都想哭了 因為他真的都忙到一整天 對啊 能幫他真的有限 你如果吃的時間很長 對 沒有後來的時間 真的很好 陳婉瑜從過去不下廚 甚至連碗都沒洗過的大小姐 變成李華淨的廚房 最佳鞋內住 一切的改變都是因為愛 老婆謝謝你跟著我辛苦了 如果日後我發達了 我就不會忘記你 這是應該的好不好 沒有 有些發達的 人人不是有錢就在做貴物 因為想耍帥而拿起鍋鏟 李華淨最終翻炒出高分評價 翻炒出人生的高峰 也印證了那句認真的身影 最帥 控制在兩百度 炸出來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廠商被檢舉 然後連帶的客戶也會一直被檢舉 現在的豆腐廠商幾乎都是稍微 可以一點滷汁而已 不敢做太臭 所以它不會發酵 然後臭豆腐要發酵過後 它才會輸 我只是把它還原到最臭的臭豆腐 就是要一直重複去山上 一直加草進去 對 讓它化成酵母 它做前幾年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做夜班 後來它吊澡班 因為副小孩 後來比較碰不到面 雖然吸水比變高一點點 但是賣命的時間很長 身體會趕快掉 剛開始生意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一直有勸他 中途有勸他說 你要我們好放棄 這樣子真的太累了 這算是還滿有毅力的吧 苗栗頭粪東明路的這個轉彎處 就算是第一次經過 也能隱約秀出有暗鄉浮動 更不用說這鐵皮屋裡 有許多專程蚊香下馬的老司機 總得三天兩頭到陳雅芳這裡 來報到解饞 說是蚊香下馬 倒不如說鹿有豬臭之夫 關於臭豆腐到底是香還是臭 愛憎爭論沒有標準答案 先擺一邊 但可以肯定的是 陳雅芳和黃俊明的熱鍋裡 有更熱烈的臭美名聲 有一些臭豆腐它的味道是 只有停留在外面 它的層次是由外到內這樣 吃完還要漱口 要不然味道整個都還會 殘留在口腔裡頭 這樣吃很過癮 臭豆腐真的是要臭 要不然真的比較臭豆腐 臭香臭香這樣 對 因為那方向味道會有香香的這樣 還有人開賓室來買啊 然後放車上 隔天來罵我說 你知道我為了你的臭豆腐花了一千五嗎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去大美龍啊 臭即是香 香即是臭 而且要夠臭才過癮 以陳雅芳的標準 臭豆腐如果不夠臭 就只是吃板豆腐而已 所以它的臭豆腐 比別人至少要臭了五成 也吸引了一票臭味香頭的老饕粉絲 要炸到剛剛好薄薄的一層酥度 然後裡面又是豆腐有蜂巢 裡面是軟的 控制在兩百度 炸出來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要炸到外酥內嫩軟硬勢中 黃居民火候控制有一手 他說臭豆腐夠臭 也代表發酵程度足夠 內裡的蛋白質有被分解 讓組織鬆弛 油炸過後口感也更勝一籌 因為都一直被檢舉啊 廠商被檢舉 然後連帶的客戶也會一直被檢舉 現在豆腐廠商幾乎都是稍微 一點滷汁而已 不敢做太臭 所以它不會發酵 對 然後臭豆腐要發酵過後 它才會輸 我只是把它還原到最臭的臭豆腐 要讓臭味還原到應該有的程度 黃居民有撇步 臭豆腐從工廠送來之後 別人直接下鍋做生意 他則是動點手腳要搞臭名聲 就是要一直重複去山上 一直加草進去 讓它化成酵母 他請教工廠師傅翻書研究 摘野菜發酵成乳水 豆腐浸泡其中等同二次加工 靜置三天 讓菌絲分解蛋白質和微生物菌叢 形成特殊風味 不要沾到了 沾到是三天三夜都洗不掉 發酵到一段期間的時候 它就會帶出菌絲 香臭香臭 先臭然後再香 炸完就變香了 現在是臭豆腐達人 但黃俊明夫妻倆 原本在科學園區電子場 產線上班 同事工作十五年 收入不錯 不過每天工時十二個小時 除了睡覺之外 一般的家庭生活 對他們來說是平凡的奢侈 他做前幾年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做夜班 後來他掉早班 因為付小孩 還帶小朋友上假課 我們沒有老人家好幫忙付 所以我們就自己付 所以後來比較控不到面 雖然薪水比變高一點點 但是賣命的時間很長 精神壓力 工作壓力 時間長久很負擔 身體會搞壞掉 想要另找職涯出路 黃俊明想到門檻比較低的小吃夜 於是買了二手發財車 下班後展開斜槓人生 也累積生意經驗 國中在學期間 我就有去打 去餐廳打工 給我見過一次的怎麼做 對對對 那菜我就會 對吃食有天分 知道臭豆腐到處都有 得找到自己的獨特性 才能突圍 於是著手研究臭豆腐 臭美名聲在外 美食部落客一吃驚豔 幫他推薦生意大好 堅持一年後 黃俊明乾脆辭掉 許多人眼中的好工作 放手一搏專職做生意 剛開始生意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一直有勸他 中途有勸他說 你要我放棄啦 這樣子真的太累 不算是還滿有毅力的吧 我覺得大概了不起 三四個月應該都放棄了吧 對 沒想到他這麼持久 真的 後來陳雅芳也夫唱覆隨 辭職揮漢當老闆娘 因為臭豆腐真的太臭 一連換了四個生意地點 最後落腳田邊鐵皮屋 鄰居不多才沒被抗議 每天開工第一件事 醃200斤泡菜 才夠時間入味隔天使用 它特性就是要軟 不能硬 不是一般的高麗菜就能做 高山高麗啊 那只適合拿來炒 對 那炒起來真的很好 但可是不適合不跑 鐵皮屋裡的超臭臭豆腐 就這樣臭名昭彰 平凡品項在小地方創造大商機 連帶的也吸引其他小吃老闆靠攏 群聚賺新台幣 夫妻倆以往日夜交班 沒有生活交集 現在攜手打拼 早晚愛相隨 時間自由了 也朝著財富自由前進 就是兩夫妻有口味的力量 謝謝 謝謝老婆 勇敢離開舒適圈 努力打拼蒸發汗水 人生有舌有得 他們計劃未來要開時間以上的分店 和加盟店 五臭香 五臭皮 目標北台灣臭豆腐王 指日可待